我是詹主 陳怡靜 今天熱什麼 西蒙政府上台之後 通訊委員會一共是解封了179個網站 通訊部長戈冰欣今天在國會 以書面回答馬日丹娜國會議員的提問時 他就說 自西蒙政府上台之後 一共是有179個網站 獲得了通訊極多媒體委員會解封 被解封的網站到底有哪些呢 戈冰欣並沒有列明 不過在今年5月17日 兩個在前朝政府時期 被封鎖了超過兩年的揭閉網站 少了月報告以及網誌發布平台Medium 都已經被解封了 而通訊委員會是根據公眾的同訴 或者是其他執法單位的要求 而封鎖網站的 那這邊是要解封網站 倡導新聞自由 不過在美國那裡 總統特朗普卻是有意要創辦 自己的全球新聞網 來對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播送的新聞 那其實之前 特朗普曾經多次就公開 在抨擊CNN報導假新聞 而今天他又在社交媒體上批評 作為美國的權威媒體 CNN的報導不公平 而且錯誤擺出 因此他認為 美國應該要有另外一個 自己的全球新聞網絡 來取代CNN 那告訴你 CNN可是全球最大的新聞網絡 想要取代它 只能告訴你 特朗普的野心 真的非常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